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其他的都是或者我们今天我们去医院会会说是内科外科有这样的一些病例 最有意思的是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原来我的那个学历史学什么也都觉得华佗是神医嘛 那读这个华佗传的时候开始很枯燥看这些病例太枯燥了 比如说他讲产科里边他讲有一个夫人啊怀孕六个月他写他说怀孕六个月了 那他肚子很突然肚子很痛肚子很痛以后就家里就找华佗去给他把脉 那华佗一把脉呢就说哎呀你这个你这位太太已经胎死腹中了 你这六个月这个这个小孩已经死在你的肚子里了 而且呢华佗还能告诉他是这是男孩女孩 而且这个这个这个因为这个按照男左女右嘛 他就说能判断是然后这家人就按照华佗的办法就吃了药 结果这孩子生下来果然是死孩子是死胎 基本上就是就是这样的还有比如说讲儿科的讲有一个 这个这个例子就说有一个两岁的小孩啊 这个经常拉肚子拉肚子当然就很辛苦了 就很哭哭得很厉害啊 那个小孩也很瘦弱 所以家里就去就去给华佗去看 这个华佗就跟他说哎呀 这个小孩是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啊 他妈妈身体不太好 所以这个他呢 开始是靠着他妈妈身体里的阳气长大 等到他生下来以后呢 又是哺乳的时候呢 又受了他妈妈身体里的寒气 所以这孩子身上这个热和寒啊 交错啊 这个交功 所以他老是身体不好 咳一咳咳得不得了 然后呢就给他说你要吃什么药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案例啊 或者是有一个人来跟他说 说我这个吃东西吃不下去 我这个咽喉啊 怎么老是堵住了啊 结果那个华佗就说 哎那边有个卖饼的 他那有那个醋泡的蒜汁 你就去喝他一些蒜汁 说这个人呢 就去买了那个蒜汁一喝 喝下去吐出一条虫来 然后就好了啊 其实就是吐出一条蛇来啊 但是应该就是蛔虫吧 应该就是蛔虫吧 就是这样子的病例啊 如果你们去读的话 我都提出读得好枯燥 后来读得枯燥以后 就觉得说 哎呀算了 可是要上课呀 对再枯燥也得要 也得要讲这一课 逃不过去的 我就开始把这些病例 拿来总结一下 后来一发现说 哎这里头 真的画头看好的 也只有一半 这是一个特别 特别特别特别吃惊的发现 就是比如说 他说 像那个产科的两个例 一个就刚才我讲的 说你这个怀的是个死胎 说这个 你按我的药吃 生下来滚 其实这就是等于说 我知道你 他没有给他治啊 那孩子还是 还是一个死的 那还有另外一颗产科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太太也是说 这个 我已经生完孩子 为什么老是这个肚子 还是还是痛啊 结果他去看了以后说 你这是双胞胎 你现在生了一个 还有一个 他开始跟人家说 你死活不幸 他说 我这孩子生了呀 说 这是两个 你这次怀的 另外一个已经死了 好就吃了他的药 果然 剩下一个 这也没治好啊 这也是死了的呀 所以 而且还有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人去看病的时候 说这个 我四肢乏力 这个口舌干燥 这个 小便呢 也很不好 而且我就 现在特别怕 听到有人讲话 有一点声音 我就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 华佗就跟他说 那这样 你回家 吃点热的东西 如果这个 你吃了这个热东西 吃下去 你出汗呢 你这病就会好 你不出汗呢 那就证明没救了 这个人 这个还是个 地方上的一个 小小小职员 他就回家 照他说的 回家去吃了热的东西 不出汗 过了三天死了 所以也没给人治 只不过是说 我教你个方法 那 这个 像这种很多 所以 十四 十四五个病例 你看下来 至少一半对一半 他治好的 他治好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一个 家里有个太太 夜里都 去厕所 被一个 毒虫子 遮了一下 痛得不得了 这个 结果他就 拿了一个 一个药 说你手 搁在这里 都泡一泡就能好 果然好了 治好的是这种 所以 对 我的这个 这个 第一个 读完这些 这些病例 就好难读 如果是我们医学院的同学 可能会读出不同来 就是我这样一个 学文的人 没有什么 医学知识人 读下来觉得 哎呀 神医什么呀 他那个 治好的并不是那么多 这个 很多只是说 他会看 说 你有一个 就像有一个军人来 跟他 跟他说 怎么怎么不好了 这个 他说 说有一堆军人 来给他看 然后他就看到 其中有一个人 脸色不好 他就说 你们回去的时候 你这个人要特别小心 你不要站在车边上 你 你可能会死掉 结果果然 这个人 这一堆人 回去的时候 这个人就 车上掉下来 死了 说这个 好像看起来 一个医生 一个被 说成神医的人 他好像只是 能看出人有病 或者说你死期快到了 嗯 那有一个病人 就是他跟他说 说这个 你呢 这个人生病了 他就跟他说 说你到底 要不要开这个刀呢 这个人 他说我看你的样子 开了这个刀 你的寿命只有十年 你开了这个刀 也是多活十年 你不开这个刀呢 你也能熬十年 那这个人当然求生的欲望 说我还是要开 说那行 就给你开吧 开完了刀以后呢 还是过了十年 这个人就死了 也就有很多 那最后他治的一个病人 有一个人 他就说 他说我现在给你这个药 过十八年以后 你病还会发 我现在给你治了 你会好 可是过了十八年以后 你还会发病 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 不过那个时候 这个人回家吃了他的药 很好 很好就很高兴了 就把剩下的药 就送给别人了 可是等十八年以后 他发病的时候 华佗已经死了 没办法 也就死了 这是华佗的治病 很多是这样子 所以 对 这是我第一次上课 上差不多十年之前的事情 我就读到这儿 受一个很大的打击 说这个神医到底神在哪里 我后来我想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我想 对 今天的医学 不是每一个看具体看病的医生 可是好多的这个 我当然也就看一些科普 医学科普的一些东西 他说 人 我接受到说 这个人啊 寿命的长短 取决于你的基因 是不是 今天你们学医 会不会一开始要讲这个 说这个 基因是最重要 这个医生呢 只不过是说 你有病的时候 能帮你 治一下 特别是说 到了你 假定你得了癌症 所以医生可以帮你缓解 可是真的是 有些真的就是不治之症 所以对我是一个 我上了两三次以后 开始受到另外一种教育 开始想 对我们对医生可能要有一个 就是当你把医生神化为 他一定会救命的时候 给医生 就是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医患关系 我觉得好多也都是给医生太大的压力 对医生的期望太高 当然科学会进步 是 一定会使人的寿命延长 可是呢 不能给医生那么大的压力 话陀也不过如此 他看过的所有病人也就一半对一半的 这个能救活 当然在他那个时代医疗条件 当然远远不如今天 远远不像今天能治好的病 越来越多 那三国志里边 记载的这个化陀 至少有一个 我们今天都知道 可能我们是受惠于化陀 就是五情系 化陀懂养生之术 那养生之术里边 就化陀那些医方我们当然都 后来好多人 现在好多都以打着化陀的名号 讲的那些医方什么的 我们也不知道跟化陀有没有关系 当然化陀有他的学生 这两个都是他的有名的弟子 这个叫凡阿的弟子 就学了就是吃这种七叶青年伞 这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一些植物 就是很厉害的 能治病 能使人变神仙 那另外一个弟子 就学了他的这个武情系 学了他的武情系 就是学这些 这个老虎啊 跑得很快的路啊 像猿啊 像鸟啊 这些啊 就学他们的动作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体操吧 不过他那个更像是动物 就是说你只要是经常 他说是古代的仙人 所谓神仙 主要是靠的这个经常的活动 除了要服食 除了吃这些 吃五食伞 也是为了追求长生啊 那些人啊 那还可以通过运动 那运动 在武情系的原理 就是你的运动 像熊 像老虎啊 像熊 那个就是说 像熊掉在树上 那脖子伸长了啊 像这个吃 这个这个鸟好厉害 据传说说 他回头看的时候 身体是不动的 就是这个头扭过去 哇 要是锻炼成这样 也是不得了了啊 总之就是要用各种 锻炼你的关节 这样你能够身体不生病 而且呢 你看你的脚部清洁 那这个所谓导引之术 他说的是 他说古之先者 为导引之势 那华陀呢 根据这个古代人的 导引的这个方法 改造 更加入 武情 武种动物的那些动作 变了一个叫做武情戏 武情戏 今天还有 好像还有书 还有武情戏的书 那他讲的这个导引 我们看到 也是在汉代 汉代的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墓 马王堆里边 我们看到汉代初年 就有这个导引之术的这个图 这是后来人复原的 所以这就是古代人的体操 这就是古代人的体操 怎么样运动 这是 好像跟今天的体操差不多 是不是 你们可能从小学到中学都会做体操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的体操好像是从日本来的 那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体操 所以这是化陀所谓养生之术里边 这个我们能看到 他那些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传的是不是那些药 他做手术啊 他怎么给人扎针 我们都看不到了 但是如果说他养生的这个武情戏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这样子的